今天庄无回到家中 发现叔公躲在角落色色发抖 说有奇怪的幽灵前来拜访 庄无带着疑惑来到会客厅 发现是马赫和池奇的创造者 他们为了感谢庄无保护了历史 决定将骑士手表送给庄无 这下全屏称骑士手表终于集齐了 庄无将骑士手表插入表塔 伴随着一阵光芒 所有的手表全都消失不见了 画面一转 原来是沃茨偷走了手表 他在平地上升起巨大的建筑 在高台上还有一个宝座 巨大的动静也来庄无等人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庄无走上王座 但却发现上面已经坐没人 沃茨还对宝座上的猥琐大猪 不守称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不等庄无思考 就被自称石棺者的人推下高台 庄无抓住时间 猥琐大猪才在庄无的肩上 声声自己也叫长盘庄无 而庄无只不过是他的替身 说着一脚将庄无踹了下去 庄无一边翻滚一边回忆过去 庄无终于想起了一切 但已经失去力气的他无法反抗 告诉庄无 平成时代的历史是错误的历史 有着太多的混乱 石棺局将会从源头城治整个平成 摧毁所有的平成骑士 而庄无说到底只是一个工具人 沃茨走后阅度赶来救下庄无 画面一转 反叛男随手召唤出几个巨大机器人 到处破坏城市 他在天空中大剑传送阵 吸走自平成时代出生的人 盖茨假扮成石棺局的人 一幅偷走手表 却被反叛男发现 眼看木野人法不管用 盖茨只能正面出击 越过数人堵截抢走骑士手表 沃茨前往追击 却感到一束光也时 他们决定通过男人之间的战斗来解决纷争 盖茨先发制人 使用疾风形态达成速战速决 但在沃茨的AOE之下 盖茨很快便落败 话说有这速度 逃不就完事了 没有办法 他只有使用赶心态 甚至还跪下祈求沃茨 但却被沃茨一脚踢开 沃茨嘴上说着不是同一类人 但转身离去时 却没有带走骑士手表 另一边 庄吾找他反叛男 试图用爱来感化他 反叛男二话不说 抛住表盘变身 有一说一 这皮套确实有点丑 反叛男一把抓住庄吾的脖子 将他扔到地上 关键时刻盖茨赶到 将橙框手表交给庄吾 两人同时展开变身 石王一技横斩 得去完所有脚地 但下一秒 反叛男突然出现 使用骑士D成功偷袭石王 石王起身后 触摸双骑 殿王 凯悟 吾吾 和齿齐的雕像 将五人召唤出来 开始正义的寻殴 不过被削弱力量的 平成骑士们 在反叛男的回旋梯中 轮文灰镜 石王随即又召唤出 空我 戏骑 灵骑 乌骑 响鬼 但还是被反叛男 几剑砍翻 反叛男使用眩影剑 禁止披向石王 与此同时 盖茨也被打散解体 难道平成时代 就此落幕了吗 反叛男将庄吾 扔向传送阵 在空中 庄吾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又看到了未来的老母王 红魔石王给了他正确的引导 让庄吾重新使会出心 庄吾的手表开始发出光亮 这一刻 他终于获得了红魔手表 庄吾转动表盘 插入腰带开始变身 与此同时 沃斯发现 庄吾获得了红魔的力量 决定重新返水 效忠庄吾 成为时间王者的庄吾 站在雕像上 伴随着一阵金光 从天而降 地面上所有的反派骑士 都被震飞 面对阻拦他的敌人 石王随手一挥 就击倒了无数小 沃斯为表中心 将红魔路撕碎 刺烈的纸片 飞向传送阵的一角 将传送装置彻底破坏 平生骑士们 重新复活 纷纷加入战场 无测骑士 加了王 万化空我 也相继自在出阵 书写属于平成时代的历史 反派骑士的纵棋 躲在一旁 很是疑惑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战场中 石王被机器人处拦 石王独过攻击 跳跃到空中 使用时间领域 改变时间的流速 加快机器人的老化生锈 随后 石王使用出 王之机械斩机 砍爆一个又一个机器人 另一边 在沃斯的引导下 平成骑士 一个个全都切换成最终形态 这是属于平成骑士的皮靠袖 终极形态的 假命骑士们 齐聚一堂 挥出七彩剑毛 戒灭反派骑士 反派男 凝聚一个巨大的盾牌 挡住攻击 一脚踢散所有平成骑士 屋顶上 石王拦住想要开团的龙骑 闪现到空中 带领所有的平成骑士 释放大招 终极平成骑士梯 反派男 被终极骑士梯给穿透 盾牌上留下属于平成的字样 跃骑 双骑 气骑 骑 骇雾 空我 龙骑 剑 夹斗 持骑 乌骑 欧姿 地骑 电王 响贵 五五 亚吉托 林奇 创奇 石王 埃克赛德 以及混在其中的盖茨 在爆炸声中迎来属于各自骑士的标志 宣告着平成时代的结束 平成时代的故事已经落幕 但假面骑士的故事还未结束 立合第一位假面骑士林一 冲鸣战场 试图解决果言三传的宗吉斯 面对敌人的飞弹攻击 林一侧身躲避 但没想到这导弹 还有自动追踪气候 林一召唤出小鸟的一档 随即展开变身 创想而出 宣告着令和时代的开始 无杀风 我们下期再见